修行人的毛病,说得到,做不到。 作者,福安古观音格。 修行人最大的毛病,就死在六个字上,说得到,做不到。 所以道理尽管一条条,比如说,要谦卑,要慈悲,不要发怒,要柔和,要看破,要放下。 讲的道理一套套,但是做不到。 为什么呢?有默有想过这个问题,为什么做不到? 知道发脾气不好,可是就控制不住,知道要谦卑,但佛说的,有事不临难,就是说有些能耐后,人不表现一下,很难。 为什么做不到呢? 这个问题,要从冷眼睛找到答案。 冷眼睛中有八个字,心能转悟,即同如来。 佛和凡夫的区别,就是佛的心能转悟,而凡夫不能。 那悟是什么? 我们知道外界的,都是物,但最大的物,就是这个身体。 人的身体,你要转动它。 你就是佛了,就成就了。 其实,人对色身的研究太少了,修行是极用这个身体来修行的。 好比说我们开车,你开车去北京,你要熟悉它的性能,这样子比较好。 有的车,很会颠簸,有的车就不会。 这就是性能不同。 会颠簸的车,要怎么修,你这样子开起来比较舒服。 也好比说,这个色身,它的性能是如何的。 我们要怎么样去转化它,这样比较能够方便入道。 中国有句古话,学佛要学金刚经,学医要学皇帝内经,学道要学道德经。 这三个都称谓经。 可见它的重要。 古人又说,以医入道。 学医的人,比较容易入道。 现在人常常把皇帝内经看成是养生的书,这个就是小看了皇帝内经了。 说实话,皇帝内经是一本让人修行的书,也就是说,修行人最好能懂一些皇帝内经,这个样子比较好。 比如说谦卑,如果声音比较沙哑的人,是不够谦卑。 谦卑的人,声音就会如红中。 这个也是色身对人性格的影响。 那肩膀很高的人,脾气就比较大,火气就比较大,因为他胸口有一股气,墨有沉下去。 你去看虚云老和尚的照片,他的肩膀是很下垂的。 看人时,眼睛从来向下,时刻在定中。 这也是打坐后会呈现的境界。 所以佛家要念佛,要打坐,是为了转化这个色身,色身末有转化,要修行,很困难。 冷言经说的,佛就是心能转悟,那凡夫呢,就是心被悟所转,也就说心被色身所转。 人的色身和心,是一不是二,是可以相互影响的。 郑道哥说的,幻化空身即法身,要使墨有这个色身,我们的法身会命,如何彰显。 所以说,色身同样很关键,而且修行人一定要学会能转化色身。 人的性格,都由色身可以看出来。 那命运转化了,色身也会跟助转,而转的时候,最重要的,还是气质的转化。 人的相貌转化是一点,最重要的,是气场的转化。 这个人很慈悲,慈悲是什么,是一种气场。 你看虚云老和尚,老虎来皈依他,也不会害他,老虎还能当他的护法。 还有白虎也来皈依他,那老和尚是怎么跟动物沟通的,能听得懂动物的话吗? 最重要的是靠什么? 就是两个字,感应。 人和动物能有感应,这个就是气场的沟通。 所以说,莫有障碍的。 人不仅可以跟动物沟通,也可以跟鬼神沟通,甚至跟植物沟通。 靠的就是感应,感应来自哪里呢? 来自慈悲。 观音菩萨为什么这么重要,家家户户都要供养,而且有求必应。 这个鹰,不是说你求什么,菩萨就满足你什么。 而是说你用慈悲,一定能跟菩萨沟通,感应。 是这个意思。 所以说,尽管学了许多知识,但色身莫有转化,那个都是思维层面的东西。 修行要从心开始,同时付出行动,去转化这个色身。 为什么每天都要念经,修行要吃素,要念佛。 不要起嗔恨念头,要起忏悔心,就为了扫除我们内心的沉垢。 色身和心是不分开的,是一体的。 色身就是心的转化,是善心还是恶心。 每个人长的都不一样,这就是业力都不同。 所以说,修行很难,要点滴做起,诱人说,心好就好了。 这句话是对的,但很多时候,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好人。 所以说,这句话又是骗自己的。 那要怎样呢? 还是多拜佛,求观音菩萨指点,把这个业障身转化过来,为佛的福德智慧身。 所以说,拜佛,诵经,做善事,这些事项的修行,是很关键的。 越是开悟的人,越是重视这些事项的修持。 只有一知半解的人,才会说,我不用修持了,我开悟了,那就很危险了。 http冒号斜杠斜杠blog.cin.com.cn斜杠S斜杠blog下滑线74C34310010256.html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